我面前的这件青铜鼎 是中国浙江天台山国庆寺的一件 镇寺之宝 它铸造于中国清朝的乾隆年间 这件青铜鼎 造型独特 十分珍贵 四十多年前 它还收藏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 现在却归千里之外的国庆寺所有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 就要从重修国庆寺说起 1972年为恢复日中邦交 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来华访问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 进行了妥善的安排 田中角荣访华期间 突然向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提出了一个个人要求 他想去浙江泰州的天台山 国庆寺朝拜 因为那里是日本天台宗的祖庭 天台宗是佛教传入中国后 演变出的第一个中国佛教宗派 他的创始者智者大师 因久居浙江天台山 天台宗因此得名 公元598年 依照智者大师的遗愿 中国隋朝的统治者 在天台山上修建了国庆寺 到了中国唐代 大批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 唐真远20年 也就是公元804年 日本高僧最成 随浅唐使来到唐朝 他在浙江宁波寺史 陆纯的引荐下 到天台山国庆寺 学习天台宗 一年后 最成学成归国 从此 国庆寺便成为了 日本天台宗的祖庭 田中角荣的母亲 是一位虔诚的天台宗信徒 田中角荣来华前 他母亲嘱咐他一定要替自己去国庆寺朝拜 田中角荣提出想去国庆寺的要求后 周恩来总理便向浙江省相关部门询问 然而得到的消息是 国庆寺由于年久失修 暂时不能接待日本客人 周总理只能婉转地告诉田中角荣 国庆寺正在整修 修好后首先邀请民去朝拜 田中角荣虽然感到有些遗憾 但对中国方面的盛情邀请还是非常高兴 田中角荣回国后 周总理要求立即启动重修国庆寺的计划 要求国庆寺务必在1975年完成整修工作 我们田中角荣虽知道这个通知以后 这个文件以后 马上就成立了田中角荣虽 整修古庆寺委员会 经过委员会的方法 有几个组 一个是基基组 以基组公司为组 这些组包括一些佛像 佛器 雕刻 国庆寺于中国隋朝年间建成 清朝雍正十二年 雍正皇帝下旨全面重修扩建国庆寺 此后就一直没有大的修缮 而这次重修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国庆寺内古建筑年久失修 寺内原有的很多佛像 法器也散落民间 当时国庆寺整修委员会 首先想到的就是尽快找回散落民间的寺内文物 他们向全县各单位和民众发出通知 征集失散民间的国庆寺文物 整修委员会很快得到一个线索 天台县农具厂里存放着国庆寺的五百罗汉像 于是他们立即带人来到农具厂 开了这个窗户 都把门一大打开 开到里边一股还咕隆咚 所以幸亏我们去的时候 还大部分还在 所以我们和共同一起 就一个一个地把它搬成了卫民 要是残屈不是全的 有的没有了头 有的没有手 有的没有脚 一共有三百二十三个罗汉像 国庆寺整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还在一个仓库里 找到了带有国庆寺名文的大铜庆 铜庆是用来敲击的一种重要法器 这件国庆寺大铜庆 是清朝年间铸造的 庆上有当时铸造的名文 另外国庆寺内的匾额 也被工作人员从天台县的棉织厂里找到 虽然工作人员找回了国庆寺内 部分原有文物 但数量还是太少 这可怎么办呢 国庆寺整修委员会 于是请求国务院 从北京选运部分佛像 供契到国庆寺 很快国务院便同意了这一请求 整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火速奔赴北京 前往故宫博物院 雍和宫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等 多家文物单位 挑选佛像和法器 这件中国清代乾隆年间铸造的青铜大顶 来自故宫博物院 其造型古朴大方 双尔三足 通高3.8米 上筑圣寿无疆四个大字 顶上装饰有三师细球 法轮 法罗等八宝图案 文室精美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这尊释迦牟尼佛像 是中国明代的青铜造像 十八罗汉雕像则来自雍和宫 是中国元朝时期的南木雕刻精品 两头汉白玉石狮子也来自北京 他们是中国清朝时期雕刻的 另外刘金铜武贡 清乾隆云文三足铜香炉 金漆穆八宝等众多佛教法器 也被挑选出来 准备一起运往国清寺 挑选运送到国清寺的文物 总共有109件 足足装了12大箱 那么如此众多的珍贵文物 又是如何从北京运往国清寺的呢 由于这批文物数量多 而且很多是体积庞大的佛造像 有关方面最终决定 用火车运送这批珍贵文物 铁路部门特意安排 两节专用火车车厢运送文物 文物中体积最大 而且也是最重的 就是明代释迦牟尼青铜造像 重达13吨 工作人员调来大型吊车 才将佛像装上车 满载珍贵文物的两节车厢 沿途不停挂直运浙江杭州 当释迦牟尼像到达国清寺以后 如何将它安放到大雄宝殿内 又成了一大难题 经过仔细部署 国清寺整修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 还需要对寺内损坏的文物进行修复 这些残缺的文物 工匠们使用了一门绝技 干漆加柱工艺 这种工艺是对佛像和器物的外表 进行装饰和保护的记忆 工匠们用生漆柱麻 五彩石粉 铜油等13种原材料 在麻布和漆料上层层包粘 然后反复打磨 再涂上朱砂等辅料 最后贴上金箔 工匠们用传统工艺修复了匾额和柱连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们 国清寺匾额上的刻字 原本全是用金箔贴上去的 不仅如此 寺里的佛像原本也都是流金的 如今他们都失去了往日的光泽 工匠们精打细算 计算出需要2.5公斤的黄金 来装饰点缀佛像等物件 当时黄金是短缺的资源 然而为了重修国清寺 有关部门最终批准了这一要求 除了对原有文物进行维修之外 国清寺整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还精心设计了一些寺内的雕塑和物品 如今国清寺内的两尊密集金刚 就是工匠们重新塑造的 其造型在中国国内独一无二 另外大雄宝殿里的供桌也是由工匠们打造的 在设计中加入了传统的佛教元素 在细节的刻画上也力求完美 仅供桌上的雕花就用了300多个工石 在国清寺内的西南角有一个放生池 放生池旁分别立有明朝著名书法家 董奇昌书写的《娱乐国石碑》 以及一块乾隆玉碑 在重修国清寺时 工作组特意从浙江嘉兴 林湖鱼种场运来十尾轻鱼 重现了娱乐国的生机 最让人惊奇的是 在整修过程中 国清寺内一棵距今 1300多年的隋炒古梅树 竟然奇迹般地复活了 这位古寺又增添了一处迷人的景观 经过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 国清寺终于如期整修完毕 1975年10月18日 这里接待了首批来访的日本客人 当看到整修一新的国清寺后 日本代表团队接待的工作人员们说道 这次满足了多年梦寐以求的愿望 我们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赵伯云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印的七世孙 他曾经讲究穿戴 追求时尚 是个爱打扮的皇族后裔 他的丝织服饰品种丰富 这些丝绸服饰为什么能穿越八百年的时光 保存得如此完好 国宝档案为您展示颂福之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留言板准备 小美赖区